在加拿大温哥华斯坦利公园里面 有无数张普通的长椅 其中的这一张 却因为雕刻着这段文字 显得意义非凡 这张长椅建立于2006年 是哥哥的粉丝为纪念他而设立的 从这张椅子往前望去 右边的山上 那里曾经有哥哥加拿大的家 这也是小莫今天要带大家参观的这一所房子 这里曾经是哥哥住过的地方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张国荣的旧居 他曾经住在这里 我们先看看这个房子的外面 这一个阳光房啊阳光房是三层楼这样的一个结构 等一下走到下面给大家拍一个全景看一下 然后这个是三车库的门 三车库 二楼 三楼 二楼是主入户门 好我们现在上去来看一下吧 我们现在就上楼来 它的主入户门呢两边各有一个阳台 这是站在它的正门口 看到下面的情况 这里是 Downtown 湿门大桥 Stanley Park 斯坦里公园 然后这边是 UBC 那边对着这个外海 好 我们进来了 这是一个挑高的设计 那这个房子呢是在今年刚刚完成了装修 2019年年初刚刚完成装修 然后拿出来卖的 也就是说 在张国荣居住在这里的时候 这个房子有可能跟现在长得不太像 但是这个房子的结构应该还是原来的样子 只是它的软妆 或者是它的一些颜色做的一些改变 嗯 这个户门 看 这间进来的这个右手边 是一个书房 哦 它可能也把它做成了一个卧室 带独立的卫生间 和衣帽间 我觉得这个它重新装修之后 嗯 这个浴缸应该没有换过 因为看这个颜色应该还是几年 就是大概张国荣买这个房子的那个年代 比较流行的颜色 因为它这个房子是 这是一个家庭厅 应该是一个家庭房 现在里边没有摆放家具很空 看起来很空 那从这里呢能够看到它的后院 这里出去可以看到它的后院 后院呢是比较陡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那它做了几节台 把它分成了几节这样避进上去 那我们再重新回到这边 就是上楼和下楼的楼梯的位置 全部是挑高 我们再回到它的 就是回到正门主门口了 这里有 这里应该也是一个货房 是一个公共的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好长啊 是一个狭长的 看到吗 是一个狭长的这样的一个洗手间 这里是 这个很奇怪 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洗手盆怎么会放在这里 而且没有洗衣机 很奇怪 好 入后门往这边站的应该就是 客厅 这是客厅吧 不不这是正餐厅 正餐厅 正餐厅 哦 我现在全部都没有摆放家具 所以这里都是空空的 这里应该是摆放餐桌 正餐桌的地方 那它呢也是 挨在这个入口 入口的旁边 正餐厅看出去的景色 然后通过这道小门 我们就来到了它的厨房 这里有一个门可以出去走到阳台上 好这是它的厨房 嗯再给大家看一下全景 它的厨房呢是 比较符合中国人的这样的需求的 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 封闭性的半封闭性的一个厨房 那我们先看一下啊 这套房子 它的 现在的挂牌价是 798万 加币 是1991年建的房子 有五个卧室 八个洗手间 那地的面积呢 大概是一万三千多尺 也就是一千多平米的这个 平方米的这样一个面积 那它的室内面积呢 是六千五 大概六百多平米 室内面积六百多平米 这是它的厨房 不知道张国荣住在这里的时候 是不是长这个样子啊 还是后面的屋主 因为 它中间换了几手屋主了已经 可能 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样子了 那这个就是 家人们吃饭的这样一个小餐厅 我们可以放一个小圆桌在这里 家人吃饭 那现在上楼看一下 这是一个旋转楼梯上楼 嗯 这是站在二楼的这个玄关 二楼的这个阳台上 通过这个栏杆看到下面主入户门 楼上是四个卧室 但是 楼上是四个卧室 四个卧室 但是它洗手间好像只有两个 哦 只有两个套房是吧 不是套房 这是第一个套房 楼上的第一个卧室 这是朝北的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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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一个洗手间 它不是在 它是人家的内衣是 没有啊 不通啊 这是 哦 这是朝南 朝南的卧室 三个朝南的卧室 三个朝南的卧室 一个朝北的卧室 这是朝南的第二个房间 阳台上都是通的 我很喜欢阳台上铺的木地板 在这里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海上的景色了 旁边在盖房子好吵啊 大家看到吗 一个大大的工程处 在盖房子很吵 下面就是它的阳台 玻璃房 在这里能看到它的玻璃房 玻璃房里呢 是一个泡澡浴缸 好 那现在二楼 这个就是它的主卧了 这是张国荣曾经住过的房间 张国荣曾经的卧室 那进来之后呢 我们看到分为左右两边 我们先来看 右手边吧 右手边 右手边呢是 哦 这个房间面积很大 这是一个放床的房间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积有多大 真的很大 那可能是因为它没有摆放家具的原因 所以看起来很大很空旷 那它也有一个自己的一个 专属的这个阳台 可以走出去 这个阳台 虽然不 不宽吧 但是长度还是够了的 好 转回来 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来看 这个右手 左手边 左手边呢就是衣帽间和洗衣 洗手间了 衣帽间也是一个步入式的 但是面积好像不是很大 嗯 大家想象一下以前张国荣的衣服就挂在这里 这是它的洗手间 这是它的洗手间 洗手间也蛮大的 但是就是过去的那种比较老的那种装修风格 但是在那个年代应该还是很奢华的了 这是一个泡澡冲浪的鱼缸 嗯 窗户上很细心的做的这个磨砂玻璃的处理 这是它的洗手台盆 好 它的 淋浴房 那现在二楼呢我们就已经看好了 我们再到一楼去看一下 沿着这个楼梯下楼 我们再到一楼去看一下 好 现在我们就在通往一楼的楼梯上了 楼下应该是很简单的 嗯 下面好安静 而且很很凉 下面很凉 这是楼梯下来的样子 正对着的是 应该是一个储物间 我就不打开给大家看了 一个储物间 那往这边走 首先 右手边是洗衣房 那现在这个房子呢是刚刚完成了装修 而且没有人住 空在这里 所以呢 你看 空荡荡 洗衣机和烘干机全部都没有 那如果谁要买这个房子 可能要自己买的装进去了 啊 这里 这里是一个 类似健身房 练功房 或者是舞蹈房 或者是瑜伽房 都可以 你随便怎么叫他都可以 就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毯 然后一面大镜子 嗯 可能张光荣以前在这里练习跳舞 嗯 有可能 那这就是他的车库了 刚刚我们在外面看到过他的三开门的车库 车库里放了一台旧冰箱 应该是他装修的时候换下来的一个旧冰箱 放在这里 那我们再回到房间 那这是他的电影院 但是电影院里边呢也没有摆放任何的家具 嗯 好空啊 大屏幕在这里 但是椅子呢全部都被拿掉了 这是个小吧台 那当年张光荣应该就是 坐在这里看电影的 好 我们现在回到一楼的另外一侧 就是这里 这是一个活动房 嗯 主要是各种功能的 它这个是可以打牌啊娱乐啊 这样的一个房间 然后外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阳光房 它是做了木头的这样一个结构 然后那个看到这是盖子 盖子打开呢下面就是那个泡澡的Jacuzzi 就是热水的SPA SPA的浴缸 这里是一个洗手间 简单的洗手间 嗯 这里是一个桑拿房 啊 桑拿房 应该可以做湿中的 湿中的这样一个桑拿房 这是桑拿的开关 那这个阳光房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啊 有太阳的这个日子里呢 阳光照进来暖洋洋的超舒服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白天或者是晚上 天上有很多星星月亮 大家躺在这里 躺在这个台子上 或者是泡在这个浴缸里 喝着饮料啤酒一起聊天 多么的惬意啊 嗯 那这里呢其实可以放一个台球桌 或者乒乓球台 或者是一个棋牌桌 大家可以在这里来娱乐 嗯 这是一个小小的房间 嗯 有一个小吧台 嗯 也可以放一个小餐桌之类 那么楼下呢 我们一楼我们也差不多看完了 就是他的一个设备房 那张国荣呢 他是1996年 买下我身后的这栋房子 那我们看到交易的这个记录呢 是在2010年 卖出去了 也就是说 嗯 张国荣大概在这栋房子里呢 来来去去大概住了有 六到七年的时间 有没有我们知道 他是在2003年 嗯 那现在呢 这栋房子已经 换守了几次屋主 不知道现在还有留下了多少 当时的影子 在这栋房子里面 那一张 我们的事情 在这栋房子里面 在这栋房子里面 那麽 一张 这栋房子里面 是 是 那 有一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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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怜的呀 为了拍张国荣的 曾经住过的房子 我的手机摔成了 这个样子 好可怜啊 后来只能用我老公的手机来录了 是不是冥冥之中有什么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